看看新闻网 今天的微网单就带你去找三家不同的栗子 走了 初秋栗子第一站好好栗子 上榜里游人气栗子最如长龙 供应考究真材实料 这九月中旬刚到 大家想象又开始飘起栗子香味了 您瞧这队伍 不仅考验店家的手脚 更是考验食客们的耐性 我在这里 哎呀我的天哪 这人太多了 你看我现在在队伍的最前面 我来测一下队伍有多长 我一步是一米好吧 一二三四 三十五步三十五米才到这里 哎呀我大概看了一下 至少也有个六七十个人在排队 现在哎呀 来顺便采访一下 你好 你今天是排在最后一位是吧 对的 也是买这个栗子 对的 那这个栗子究竟有多好吃 这么吸引你呢 我就是觉得比外面买的要稍微再香一点 甜一点 这家栗子店在上海滩算是小有名气 慕名而来的比比皆是 要说这人气这么旺 一定有它的道理 哎呀我们看起来哈 你看外面这个像那种红糖的颜色一样 哎呦真是蛮好剥的哈 指甲一扣就下来了 哎呀里面的肉非常饱满 你看看 没有那么有香 有迫不及待趁热吃的 也有带着环保袋准备来一个扫荡的 当然这称栗子的师傅手脚也特别麻利 一抓一个准 哎大哥你好 打扰你一下哈 哎呦我看你这个 长这个勺哈 长得很准哦 基本上每一勺下去大概一斤 是一斤吗 对对对 每天早上大概从几点钟 你就要开始在这里工作了 七点四十五分 七点四十五分 七点下班 十一点 每天你大概要铲出多少斤栗子 每天啊 每天嘛 都要两三吨嘛 一个人你每天要铲出两三吨的栗子 店家说这里的栗子之所以大受欢迎 是因为从选料到挑选 再到烘焙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工艺 第一步是进行粗选 将不好的栗子挑出 第二步再进行精选 确保成品各个是好栗子 挑完了栗子第三步 就是要加入移糖和油上炉炒了 每炉栗子得经过四十五分钟的翻炒 四台机器一刻不停的运转 才能满足源源不断的客流 一斤栗子炒出八两的分量是最香糯的 火厚不够 口感也会硬很多 这的栗子有两个品种 一种是浙江的南方版栗 另一种是来自天津凉乡的北方栗 南方栗更糯 北方栗更甜 不管来自南或北 眼下正是吃栗子的最好季节 你怎么能错过呢 怎么样 各位刚刚为您推荐的糖炒栗子可不还满意 栗子真的是很好吃 其实栗子平常也经常拿来入菜 比如说栗子烧鸡 栗子烧鸭 栗子育奶 栗子烧猪蹄 太多了 接下来我就来带你找找这个关于栗子的菜药 随便找一下店 问问有没有 你好 你好 你们这边有没有用栗子来烧的菜 有的这边有栗子焖肉锅 这不就是红烧肉吗 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安徽传统的一个板类烧肉 这边点击率高吗 很高啊 安徽做法的栗子焖肉 好像真没吃过 好 不要骗我 我去看看 初秋栗子第二站百家千位 上榜里游 小小毛栗入菜焖肉 不油不腻 馒头回香 一说到辉州菜 马上想到的就是臭鲁鱼毛豆腐 这类似本邦味的栗子焖肉 好像没怎么听过 不知道味道如何 桌子上这些菜当中你自己最喜欢吃哪一个 栗子焖肉 它这个红烧肉跟本帮菜的红烧肉有很大区别的吗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这边灰菜的栗子焖肉 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比较肥的东西 那这个就蛮肥的呀 看起来很肥 但是吃起来也还好 你看它汤比较少 栗子的香啊 蒸出来到肉里面去 然后肉里面的油呢 到栗子里面去 所以它两个是互相搭配的 所以一个是借它的香味 一个是吸掉它的油质 对对对 然后大家再放点老抽 放点料酒 吃起来就非常香 这个栗子呢又有点小 非常容易入味 就吃起来就很好吃 看来大家对于这道菜的评价很高 很多时刻说 入了菜的栗子 省去了像糖炒栗子那样费劲的剥壳 一口一个实在是过瘾 那做一个选择的话 里面的肉跟栗子你也喜欢吃的一样 里子秋天了嘛 应该是比较实节 味道应该也是比较好的时候 肉质应该是比较美美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它本身是比较糯 比较粉 因为它有蒙过嘛 所以它的口感更酥一点 它是五花肉嘛 然后它那个上面那层皮 QQ的那种感觉 然后下面不是有那个油肉吗 油肉 对肥肉 然后就是入口即化 但是也没有那种很油腻的那种 下面那层筋肉就是 也不是很赛呀 这样一份栗子焖肉锅的价格是68元 从分量上来说 三到四个人吃 绝对绰绰有余 店家说这道菜属于 安徽南部地区最传统的菜肴 所有原料都是来自黄山 这个例子是产自安徽环山境内西西南镇的一个高山毛利 当下呢盛产客头呢要小一些 但是它的色泽金黄 口感粉糯 香甜一些 之所以浓缩的金黄 对对对 毛利呢我们拿过来呢 首先就是说去壳去皮 加冰糖加干桂花 把它煮的味道甜甜的 桂花的香味在里面 这个猪肉呢我们选用的是农家养的猪肉 选用的部位呢也是硬花 三层肥两层瘦 我们去掉了一层薄膜 保留的是四层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这种呢肥瘦均匀一些 我看旁边还有很多的小料 这是料酒酒娘 糖色 红烧酱油 干辣椒 冰糖 盐巴 饭酒量的蒸香 去除它的油腻味 而且酒量我们都知道甜甜的 特别有妈妈做酒量呢 何时记忆的感觉 能够吃出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对 我还看到你们这个锅子 里面还放了些 这个是粽叶是吗 对干粽叶 这又是为什么呢 防止在长时间 红烧炖煮的时候粘锅 还有一点呢就是 吸收它粽叶独有的一种香味 那种粽叶的清香 对 杏姜葱姜煸香 然后放入五花肉煸炒 随后一次加入调料 用大火烧开 接着倒入板栗 再用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这道灰州传统菜 栗子焖肉锅就完成了 在这个丰收的季节 如果想尝不一样的红烧肉 这道菜绝对是好选择 五支大缸 来来来 脑筋急转弯 开始猜了 接下来这家美食 关于这个栗子的是什么美食 这种场景在哪里见过 黄飞鸿 最前才错 不是 我只能给你一个提醒 打开之后 香 特别的香 究竟是什么呢 卖个关子 待会回来再给你跌下 初秋栗子季第三站 山间堂民间瓦罐汤 上榜里游 板栗味鸡瓦罐汤 琥珀汤色 暖味暖心 大厨 这里一进来啊 就会闻到那种特别的香味了 都是从这个 打 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我们的民间瓦罐 它就是在用我们的木炭 在煨制我们的汤 年前三点 回到中午11点钟 七八个小时了 是的 吃完了糖炒栗子 栗子焖肉 接下来要滋补一下 喝碗亮汤 相信这个秋天 一定暖胃又暖心 我发现啊 我开了三家店当中 最后一家店 你们这个板栗 个头是最大的 个头比较大的 九嘴 不易碎 其中的鸡肉 选材有什么特别讲究 选的是什么样的鸡 两斤左右的土鸡 比较嫩 口感比较好 不费很柴 不会柴嘴是吧 是的 里面有些什么样的苦量 我们自家店的米酒 山姜 盐 就只放这三样而已 是的 里面放了米酒是吧 我知道平时 可能有些人会放黄酒 但是你们不放黄酒 放米酒是为什么 黄酒放在汤里面 就容易把汤的颜色调深 放我们自家米酒 提升我们的口感 腐活的颜色 还有去腥的作用 大厨说这瓦罐煨汤 和用明火炖汤的区别在于 他把所有的温度集中 将食材的营养 用八个小时全部煨出 这样能够保证喝到的 都是原汁原味 这个瓦罐煨汤 它是煨了八个小时 你想想 它这个肉得有多烂 它这个栗子得有多粉 它这个汤得有多鲜 你看 今天为你送了三家 第一个咱们糖炒栗子 第二个咱们栗子焖肉 第三个 栗子土鸡瓦罐汤 如果说在这个秋天 你还没有过到栗子饮的 赶紧抓紧时间 现在栗子是最肥肥的时间 看到我手中的这项菜 大家一定知道了 这个就是玉奶 最近的时令蔬菜 而且中秋节快到了 像这个玉奶烧老鸭汤 或者是红烧玉奶 葱油玉奶等等 关于玉奶的烧法 真的是多种多样 但是很奇怪 今天我到了家店 后面一看 是吃什么羊肉火锅的 什么西林锅落 草原羊肉火锅 这火锅难道和玉奶 搭配在一起吗 这火锅涮玉奶也有 那不知道这个玉奶的 新奇吃法 今天到底是什么呢 走进这家餐厅 真的把我们给看傻了 吃的是中式炒菜 搭配的是小火锅的锅底 如此新潮的吃法 让我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先生您好 打扰一下 我看到啊 他们店给我一盘玉奶 据说这个玉奶是 是在火锅里面的吗 玉奶是我们搭配这个菜一起 跟火锅没关系 火锅是火锅 不不 我有点糊涂了 那这家店到底是吃火锅的 还是吃菜的 还是吃玉奶的 到底是什么回事 这家店它种类很丰富的 有中餐 也有西餐 有那个炒菜 还有那个火锅 都有的 所以我们也会经常来 这个家店里面吃饭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种类品 是的呀 最喜欢吃的是哪一道菜呢 这就是这道那个 咸肉蒸黄鱼 然后那个玉奶 它知道味道很鲜美 上面咸肉 咸肉蒸黄鱼 还有下面还有 翻过来下面还有那个玉奶 玉奶是藏在黄鱼线 我做咸肉蒸黄鱼 没有白玉奶 那你回家会白一点 回家会做菜菜 玉奶有的是那个 有的也能葱油玉奶 对吧 还有的就那个 蒸了以后 包皮 蘸糖吃 蘸盐都可以 葱油玉奶都可以 炒鸭汤 对那个 那个玉奶 炒鸭汤 对啊 白点扁鸡了 我们上海人都会喜欢吃那个 中学节嘛 然后在你的食谷里 又多了一个玉奶蒸黄鱼 对 多了一个玉奶蒸黄鱼 我还是头一次吃这个 多样化经营 当然是店家的生财之道 而这道黄鱼咸肉玉奶的搭配 更是巧妙地迎合了 时令 节日 还有上海人对于咸鲜的喜好 一口接一口的 是特别好吃吗 是啊 因为它这个玉奶本身是没有味道的 然后它经过这个做法以后呢 它把那个玉奶藏在黄鱼下面了 然后经过就是时间长了 蒸了 然后它把这个味道 全部渗入到那个玉奶的里面了 它这个其实 它就根本就不需要放什么料 它本身就已经很鲜很鲜了 对 而且我发现这下面的玉奶 也是因为一蒸啊 下面有汤汁都浸在下面 对 全都浸在下面 所以这个玉奶又很糯又很入味的那种 因为就是说它把所有的鲜味 都最后融入于这个玉奶当中 然后就是像吸取的精华一样 因为一般性也吃不到这样子的菜 所以觉得很新鲜 然后很鲜 这样的搭配其实对于很多家庭主妇来说 没有什么难度 但究竟有什么窍门 我们去厨房再帮大家打听打听 大厨房间 我们找到徐大厨 你好 你好 外面很多食客都说你们家这个做法非常新鲜 把这个黄鱼和玉奶蒸在一起 当时怎么想到的呢 那个黄鱼呢 是我们自己腌制的 然后呢 利用黄鱼和咸肉的鲜味 把它充分地蒸到玉奶里边 那么我们感觉这个玉奶就更加好吃了 玉奶现在也是比较实力 对吧 对对对 那玉奶咱们是选择哪里的玉奶 玉奶是我们选自宁波的 那很多朋友都说了 今天啊 倒是给大家灵感了 回家呢 也可以把这个咸肉啊 红鱼摆在玉奶里一起蒸 对对对 那蒸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你要告诉大家的 首先第一点 如果家里自己做的话 玉奶呢 块头不要切得太大 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 也可以事先把玉奶稍微 那个蒸一下 蒸成半制品 因为玉奶熟的比较慢 黄鱼比较快对对对 然后把玉奶蒸好以后 垫在黄鱼的下面 然后呢 自己也可以到菜场里 或者买一点咸肉 对吧 然后铺在黄鱼的表面 对吧 大概要蒸多久 大概如果玉奶事先加工过的话 大概要蒸至15分钟左右 15分钟 学会了这些窍门 是不是你也迫不及待 要在中秋节的家宴中 去愣一手了呢 登上桌之后啊 首先就是闻来这个 淡淡的黄鱼香 咸肉香味 当然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 下面的 哎 玉奶 哇 非常的酥哦 筷子一戳 你看基本上就是很酥的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出乎意料的好吃耶 可能我们在家里吃这个玉奶啊 一般都是这种啊 原汁原味啊 或者葱烧 或者怎样 这个玉奶本身呢 确实没什么味道 但是这一道我跟你说 玉奶完全就像吃黄鱼一样 太鲜美了 非常非常酥烂 而且中间的心呢 也一脸不硬 很软糯 你看 这样一夹就会断掉 真的这个时间也是相当的到位 关键是他们家的这个咸肉啊 黄鱼也好 都是从最早先的原材料 自己加工成咸肉和黄鱼的 关键是这个玉奶 我跟你说 此时此刻啊 你一定要吃它 既食令又鲜 嗨 大家好 今天啊 我们又来到崇明了 不过这次来和以往与众不同 就是我们今天摇啊摇 摇到了崇明岛 特别是坐船啊 最能感到上岛的感觉 哇 呼一口新鲜的空气 今天 我要骑着单车 带给大家逛风景 然后尝美食 走 曾经乘船去崇明 是上岛的唯一方式 而今天我们也在这中秋小长假 来临之际 问大家推荐一条 前往南门游玩的骑行线路 下了船呢 我们就看到啊 自行车出租点 非常的方便 哎呀 我们看到啊 很多种类的车啊 其实啊 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行 特别是还有 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 妈妈带着小朋友 然后全家借个两辆的 三辆的非常方便 旁边价目表 写得非常清楚啊 休闲车 500元押金 然后15元 啊 一小时 啊 借一天可以 75块钱就可以了 75块钱算它一天 一天75块钱就可以了 对就24个小时也是75 住一天其实挺划算 对对对对 住一天24个小时75块钱 不是几点划算 那这是双人车 双人车 30块钱一个小时 我说接双人车 两个人很情调的 提起这个团环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说你都是踩不过了 你可以两个脚放在上面 叫南同志多起一点 对其实 三辆车这个是20块钱 一定 纯片要以比较大 对 比如说我们要在这款借车子的话 又没有再跑到这款环呢 不需要 那你看 今天你现在借车 就在南门马头借的 对吧 你可以在银座工业环 西沙实体环 民族工业环 森林工业环 前卫手环 通界通环 有六七个地方呢 对对对 还是很方便的 是很方便的 当然如此方便 我们也立即交上了500元押金 留下联络方式 要借上一辆自行车 开始踏上我们今天的骑游之旅 从借车到这里 我们共花了五分钟时间 这里是一个小的经典 在我身后是迎州公园 里面的风景非常的棒 在我前面呢 就是崇明的学宫 也是崇明县的博物馆 据说呀 在高考前 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来这里看一看 据说很有效果 崇明的学宫 有着悠久的历史 以及文化底蕴 岛上的不少学府 也会将学子们的毕业典礼 设置在这里 走进大门 你就会被浓浓的桂花香味所吸引 这里可珍藏着 崇明岛由来的历史 今天呢 我是坐船来到了崇明岛上 在我身后呢 这就是啊 现在崇明最古老的船 可能大家看不出 它现在是一个船的样子 在这边呢 能看见它 以前最早的这种形状 参观了学宫呀 我发现啊 崇明除了有很好的美景之外 还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 有空的话 一定要来看一看 离开学宫 沿着敖山路 我们继续骑行 据说离这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有一座山 这还真让我们打吃一惊 岛上也会有山吗 哦 售票处五元一位 您好 师父 您好 哎 我们刚来到这儿啊 觉得这个金敖山 崇明好像这一带没有山吧 对对 当时呢 就是在那个天龙年间呢 崇明有一个文人叫沈文浩 他在电视的时候呢 种了个碳花 那个皇帝问他呢 这个小小的一个崇明 那你怎么有那个山呢 那他自己说呢 他说崇明也是一个好奇处了 有山有水 有山有水了 把这话放出去了 有山有水嘛 才出人节的地方嘛 所以皇帝说 下次我要去你崇明看看了 那他害怕了嘛 犯了七千之罪了 怎么办呢 他就说了 我们崇明岛上有一个金敖山 其实没山了 先编离一个 花了一个晚上堆积出来的金敖山 当年也可是崇明岛上的制高点 介绍了不少景点之后 我们的行程并没有结束 瞧他这么卖力 当然就冲着美食去了 这次来到南门 我们要寻找的可不是农家乐了 中秋出游精致的崇明菜肴 偶尔也能让大家放放口味 上完了崇明的美景啊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崇明的特色美食 哇 这么大个鱼 我的天哪 这个鱼 你好 这个什么鱼啊 这个是长江野生鲁鱼 野生鲁鱼 野生鲁鱼都这么大个吗 这个 一般的话呢 我们这边选用的是15斤左右的野生鲁鱼 因为平常我们看这个鲁鱼啊 顶多就这么大小的 这个鲁鱼太具有世界冲击力了 对 它是崇明这边的江海湖仙最有名的之一 当地的特产 对 是这边当地的特产 那这么大个的话 我们怎么吃啊 一般呢 有三到四种吃法 你头尾的话 你可以做尖植 还可以把它放生 鲜血放掉以后 近身做刺身的吃法 然后后面的渡南的地方 最嫩的地方 你可以做碎针的吃法 15斤重的虫铭野生长江鲁鱼 搭配月菜清淡的烹饪手法 更能体现出江鲜的美味 而在中秋时间 有几样美食是餐桌上并不可少的 然后这个呢 是香酥玉 对 这个呢 是这边崇明当地的榛玉米 这个是崇明当地的茅豆 还有这个呢 热气腾腾的 您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这个是我们崇明的香酥玉椰子 中秋节到崇明游玩 这几样美食是一定要品尝一下的 当然今天我们的香鱼也是有口福啦 今天来到崇明啊 真是感觉到不一样的感受 首先坐船来 我是第一次 一下船我还记得那个清新的空气 扑面而来那种感觉 特别的棒 然后呢 我们骑着自行车啊 来一个环弧的自助游行 然后我们到了很多的景点 感受到崇明不仅有美景 而且有很深的文化的底蕴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新城区的岛中岛 在这里你看 美景在我身后 在这种美景当中 我相信只要看到这种美食的话 立马就感觉到非常的幸福的感觉 刚才啊 吃到这个碎蒸 野生长江鲁鱼 感觉就是不一样 首先它蒸的味道 保留它这个原味 而且这个野生的鲁鱼 吃到嘴里的话 这个肉质的弹性特别足 而且在经过蒸煮之后 配上它这个佐料的话 感觉到香甜的味十足 然后刚才尝到这个啊 煎菊野生鲁鱼 又是一种不同的口味 首先它吃到嘴里的话 因为经过监局以后 香味已经能散发出来了 我强烈建议啊 快到中秋节了 带上你的家人 来重明坐坐船 再重明骑机车 感受大自然的那种怀 在上海的面馆 有成板上千家 我们节目就为大家介绍了不少 但今天的这家 真正属于我们上海人 自己的老字号面馆 说起历史来 不少老实客 都是从小吃到大 但这个品牌 究竟在上海 树立了多少年 我们也不得而知 据店里的大厨向我们介绍 其实在差不多解放前 这个面馆就在上海滩上出现了 他也是第三代的传人 做的还是本方的味道 有些记忆当然也是多年不变 真的黄鱼面最好 上海人就喜欢吃鲜黄鱼面 鲜的不得了 鲜的不得了 他配的咸菜 好像跟外面还不一样 清 清咸菜 清咸菜没有那么咸 而且鲜一点 很鲜 我就那个炒鱼 还有那个黄鱼面 黄鱼面 我本来以为是黄鱼面 黄鱼面 我本来以为是黄鱼面 我本来以为是黄鱼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黄鱼面 这个焦腾好久好久 它另外炒的 它是分开的 分开的 每个人吃的面都不一样 是啊 这块鱼面都不一样的 这块鱼面都不一样的 这块鱼面好大 这个叫什么鱼面 这个叫做鱼面 我这个叫做鱼面 大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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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块鱼面有多大 我看现在就是咬了好多了 还是 已经也都贵不了 咬这个鱼肉 嘴巴里还含着 鱼面 鱼面熟得好 鱼面熟得好 鱼面炒鱼 你刚刚酱汁了 对 对对 这块酱汁肉可是店里的传店之宝 很多观众或许就是单单看它的模样 就已经被它所征服了 我看今天点的就是大肉 酱汁肉 这个酱汁肉比较像 那个鱼鱼到尾 吃了一块鱼 因为我专业 老又有 有又有 我的饼 就是它鱼一块鱼 吃起来 这个鱼 吃起来 一样 一格鱼 一样 一格鱼 一格鱼 这样就是鹅有一个酱 你都应该老呢 一个就是三 海又可别 油油 油地底米造有香 一二个鱼 一格鱼 一格鱼 这一个鱼 一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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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般不破鱼 我受伤了一样 对 跟冬孔鸟比冬孔鸟好,素 冬孔鸟是素? 你是啥? 一个年就是刚刚有毛的 有毛的 咱们看有毛,有限的饿了 对,对,对 我学了高高的,那我有一年我去过来 包括他就变老子,也要弄一块 非经过来,你要学了高高高 你没有这么大贵圈? 独立非经是什么名字啊? 没有,没有 一个年呢,一三年呢 他咱很年刚呢,叫虎鸟 有筋有筋,有筋 有筋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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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筋有筋有筋 有筋有筋有筋 有筋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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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筋有筋有筋 筋有筋有筋 筋有筋有筋有筋 毕竟是上海的老面馆 来这吃面的时刻 还会点上几样糟味的菜肴一起品尝 清爽的口感搭配浓油吃酱 两种不同的本方味道 在这里互相交印 吃的食客们是满心的欢喜 就说很多人都说 你们这边有一块酱汁肉装的非常好 很正宗 是的 就是像这个肉 我们还要经过小火慢慢的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只是半成品 还不是成品 它还要再加工呢 还要再加工 它要怎么再加工呢 这要用小火慢慢的再烧 烧了费的这个肉 这少一个小 背的有鱼 对 这就可以上桌了 对 所以说它这个肥瘦都要控制得非常好 这要控制好的 要火候要控的好 时间要把握出来 它这个肥瘦呢 肥瘦呢 我看这个肉外面大楼都是肥肉多 它这个是筋肉多 对对对筋肉多 因为这个肉呢 尤其是我们这个品牌啊 这个肉啊 这个我看应该就是它的那个材料了 对对对 食材 就是基本食材 那看一下这个肉应该就选什么肉要 哦 这个就是选的这个有讲究的了 你看 这个肉啊 你看 哦 肥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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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本方老面馆 历史悠久工艺流传 据说许多老食客为了吃他们家的一碗面 都要换上好几条地铁线路 特别是这块酱汁肉 你是否也心动了呢 金安面包房实在有理要来给大家送礼了 大家好我是冰浩 那之前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有几期 我们敲门之后呢有朋友会说 哇原来你们真的是随意的敲门 然后就把大理送出啊 当然是真的哦 只要你看电视 只要你在看我们新商频道的人气美食 回答正确问题 我们的大理有可能就送到您手上了 那我们现在赶紧出发 嗨您好 我们是那个新商频道人气美食的 您知道这个品牌吗 我知道的 有一个小宝宝了 几个月了 八个多月 八个多月 那这样给您送一个小礼好吧 金安面包房的这个小点心一份 也希望宝宝能够顺利出身 好吧 谢谢谢谢 您好有人吗 您好 您好 我们是那个人气美食 知道吗 实在有理的 您好 在看电视吗 对在看 后面进来吧现在 好 有一辆很帅气的小赛车在这里 应该是一个小男孩的 哎呦 好吧 来来来 送车子啊 你先要给我送礼啊 我还没有给你送礼 你就给我送礼啦 这是谁的车子啊 这个是 你的 OK 旁边小宝贝 来我们来看一下电视是不是在看人气美食哈 哎 的确是现在是炒翻天的环节啊 正好是男哥在主持 那我们要回答问题才能给宝贝送个大礼好不好 好 那我们问题是这样的 很简单说出人气美食的两位男主持的名字就行了 那我给人说一位 那个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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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答对了吗 我们就把那里给宝贝送上 来宝贝 谢谢 谢谢 哎我们一般这小朋友小朋友拿到里面的亲戚的钱好不好 亲戚啊 亲戚啊 哦 很大气的一个小宝贝啊 他还把小礼品送给我了 这样来我们对着我们镜头可以留念一下好不好 来小朋友看那里 一二三 那很顺利的大礼呢也是送给了可爱的一家人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得到大礼的话呢 记得在我们的播放的同时关注我们人气美食的官方微博 如果问题回答正确也能得到金刚面包房的大礼 在昨天的比赛中邹宗皮凭借一道美味的海鲜乌冬面挑战成功成为类主 今天和他比拼的佐基凭是一位职业家庭主妇 本周的类主又会花落谁家呢 好 到底什么是大羹啊 来介绍一下这位您怎么称呼 姓左 左 所以今天会带来是左中堂鸡 不是今天是糖醋黄鱼 我是放在最后是起年的时候冰糖有凝结的作用 李锦记的红烧酱油 这个它是加深它的味道的 吃起来会比较浓郁 这个是肉糜 肉糜呢等一下餐里面会做一个配料 李锦记的精选老抽 给下一食夹色的李锦记蒸汁油提鲜用到 李锦记纯芝麻油提香用到 这个黄鱼是最主要的食材 它这个象山小黄鱼比较新鲜个比较大 大羹今天菜的主料 两位选手通过紧张的采购 最后都选到了自己需要的食材 好 今天这个麻布大羹马上就开始做了啊 各位咱们一点点揭晓 这个就是大羹用它作为今天的食材 不是你刚才是说的是大羹还是大羹 大羹 好嘞 就是这个主料 回去学一下普通话好吗 是 糖醋黄鱼 黄鱼是主料肯定的 第一步咱们先改刀 对 这样会炸的比较入味 啊 这个糖醋黄鱼在您家里边这个受欢迎程度如何 应该是我儿子最喜欢吃 糖醋黄鱼第一步将黄鱼以十字刀改刀 小周这边将它的主料大根萝卜切成块状 再把肉糜入锅油煎炒一下 变色之后出锅再用 嗯 就关键的部分了 刚才肉米已经已经处理好了 但是 姜末 蒜末 蒜末 葱花 啊 嗯 这阿姨们都看得懂啊 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 啊 葱姜蒜爆香以后再加入小米椒 笋丁爆炒几分钟 左阿姨这边改刀好的黄鱼 蘸上蛋清果汁生粉就准备煎了 好您这边这个也准备要开火了 怎么样这个菜你会做吗 会吃 会吃 这也好啊 它这是糖醋 这个这个 那边是麻辣 等一下可以中和一下 煎黄鱼的关键就是火候的控制 看左阿姨这鲸鱼的架势 感觉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让我们看看累住这边的麻婆大根 放过水的这个萝卜 萝卜 大根 大根下去 这个菜感觉还真是很特殊啊 很清爽 很方便 很方便 放什么 豆瓣酱 这是李锦记的豆瓣酱 有味道臭 麻婆大根的话一定要又辣又麻 这样这个重口味 不是你在说菜名的时候由我来说 免得交换电视机前小朋友 麻婆大根 不是根 大根 对不起 翻炒的差不多了以后 这是最重要的一道 最重要一道 要放你的高汤 高汤 等它这个汤水 但是你这个汤水倒进去会不会让它的这个麻辣味会减少很多呢 我说的不会 我知道了不会减少的 高汤是这道菜秘密所在 收之后再加入葱花和李锦记的香油来增香 出锅这道菜就完成了 这个里边放点糖 放一点点 生抽 和老抽 放一点 这道菜是你儿子最喜欢吃的 对 所以你看小朋友就过来了 再放点水 我觉得太油了 所以你这个菜很快就完成了 对很简单 就最后把这个汁一浇 对 不过直接放在里面 要稍微跟那个放点油调一调 对 那你这道菜这个步骤 这个让大家都开始又讨论起来了 有些人家里是不放油的 是吧 你这个放油了 等一下大家看看 好看 对 用油生粉盐和李锦记生抽来挑一个芡汁 浇在黄鱼上 糖醋黄鱼就完成了 现场的观众看了这么久 你会选择麻婆大根还是糖醋黄鱼呢 大家都在窃窃私语 又有的吃了 是吧 好 那两位 赶紧给各位品尝一下好不好 来 现场观众他们的口味 决定了选手的成绩 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应 其实每一次到这个时候 我知道你们都很纠结 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你有准备吗 我觉得只要小伙伴们吃得高兴快乐就行了 我选那个 大根 大根大根 材料简单 材料简单 味道很 就死传人的味道 啊 死传人的味道 谢谢 谢谢 好 来下一位 也是大根 创新菜 一天没吃 从来没吃过 也没听到过 也没听到过 今天大家跟你感受是一样的 黄鱼我觉得很鲜 然后甜甜的 啊 所以平时喜欢吃这一口 也好这一口 好这一口 我选大根 你也选大根 紧张的投票 小周的得分 一路领先 让我们来看看最后双方得分 赛场的朋友们 咱们这就不用唱票了吧 应该是胜负立宪是吧 儿子看完会伤心吗 应该不会啊 也不要紧 也是来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学习心态 好 没关系 我们也送你一份鼓励 好不好 有李锦记提供的这份鼓励的奖品 非常感谢这位妈妈 把她的儿子喜欢的菜带到了现场 谢谢你 大胆同志 恭喜你啊 谢谢谢谢 你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美食大王牌的录制现场了 可以跟我们的专业大厨同台竞技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美厨课堂 林梅美厨体验中心创办人 新浪微博美厨教主 Alvin食物摄影师 新浪微博Alvin的美味厨房 我们今天啊 要给大家做的是非常一个印记的一个点心 印记 说到印记你知道应该做什么 月饼嘛 对 但是我们上海人呢 一般都会吃一些苏式月饼啊 宝式月饼啊 还有是我们的肉月饼 鲜肉月饼 鲜肉月饼 我最爱 真的是 但是今天呢 我们教一个女孩子都非常会喜欢的 叫做冰皮月饼 首先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食材 冰皮月饼是中式的点心 主要原料是糯米粉 粘米粉 橙面 材料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首先把三种粉类按比例混合好 然后一定要依次加入牛奶煉乳色拉油和糖并搅拌均匀 这个呢 我们要拿去先到蒸箱里面去蒸一分钟 那我们用的是蒸箱 如果没有蒸箱就平时我们会弄 蒸笼就可以 对 没劲你刚刚放进去 也就一分钟吧 就一分钟 然后呢我们就要把它稍微先搅拌一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所以这里边啊 就是平时我们做淀粉做勾芡的话 你拌放了水以后它会容易沉淀 对没错 我们刚才又有米粉又有面粉 其实米粉很容易沉淀 所以说它现在不均匀 不均匀 当它有一点粘稠度以后 我们现在你看它旁边已经有粘筋了 不然的话 你先一口气蒸下去的话 它就会不均匀 就会分层 所以说我们第一次要把它拿出来 然后稍稍地把它搅拌一下 让它接底的东西都 又融化开了 又融化开了以后 没有接底了 我们再拿进去蒸25分钟 当冰皮月饼的皮子在蒸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做馅料 今天呢我们会做两个馅 一个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豆沙 我们就不教大家做了 平时就是细沙揉成团就可以 另外我要叫大家做一个 芝士蛋黄奶油馅 大家不要晕掉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些食材的内容 芝士蛋黄奶油馅的材料比较多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了 我们要准备两个碗 大碗里面呢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粉类都倒进去 然后呢另外准备一个小碗 粉类材料和液体材料一定要分开放 特别注意芝士奶油不用着急放入 将液体拌匀后分两次倒入粉类材料中 好大家一看我们的这个 一定要把糖还有我们里面的这个粉 要看不见糖看不见粉 我们要把它做成是一个一个团子 所以要进去蒸20分钟 20分钟后粉类和液体成为固体 这时候再将奶油芝士放入 再次进香蒸10分钟 差不多前天后要三十多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馅和我们的这个皮就已经做好 但是其实这中间还要有 后面还有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把这两个要冷冻 冷冻? 因为如果不冷冻的话它还是不可以成型 哦 然后凉了以后呢 要把它这个糯米粉 要把它卷成这样的一个 长条 长条 就是像我们做包子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面团 哦 要把它做成这个面团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蛋黄馅 要把它揉成这样的一个一个的 哦 它动过之后以后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好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这个粉 这个就是撒手粉 嗯 我们做的时候防止这个面团粘在桌子上 那这个粉啊 其实是糯米粉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糯米粉必须要把它烤熟 哦 烤熟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 馅是熟的 皮是熟的 这个冰冰冰冰我们做好了 直接就吃 所以这个不可以是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东西 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了 再不需要再去烤啊 这就是一个冰皮月饼的最简单的地方 先把糯米粉均匀铺开在桌上 然后用切刀 把长条形的面团结成八等份 再用手掌压扁 干出面饼状 接着把圆形的蛋黄馅包在里面 接下来就要用到冰皮月饼的模具了 这个其实在网上差不多几块钱就可以买到 我有的人喜欢方的 有的人喜欢圆的 有的人喜欢圆的 然后大家记住 把这个收口的地方放在外面 这个有花纹的地方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压一下 要这么用力去压 要这么用力去压 这样它花纹才会漂亮的上去 然后我们就 哇 怎么样 好好玩耶 人生第一个 超棒 做冰皮月饼的胚子配比很重要 而且一定要注意液体的放入顺序 不能弄混了 蒸一分钟后取出 将沉淀物再次搅拌均匀 随后蒸25分钟 馅料的粉类和液体材料要分开放 液体分成两次倒入 搅拌到糖融化 无颗粒 随后蒸20分钟 才能加入奶油芝士 搅拌均匀后 最后蒸10分钟就可以了 这两个人有点像我一起在玩手工的感觉 对不对 像皮尼 身上脸上手上全是粉 但是你感觉有没有成就感 真的很好玩 真的真的真的 你先尝尝这个味道 自己的作品 我给你一人分一版吧 好 自己做的不会很甜 但是口感很好 而且你知道吗 如果你学会这个皮子的包法 我们里边还可以包冰淇淋 草莓 就是你平时吃的那些大福 其实就是这个做的 但是之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一定 刚开始看我们做这个月饼的时候 跟欧饼一个想法 觉得哎呦好麻烦啊 怎么有那么多东西 但是你只要记下我们的菜谱以后 其实做起来非常的简单 而且会很开心 当你脱模的那一瞬间 你感觉哇 我是一个很能看的人 是不是 相信你们一定能度过一个 有自己自己做的这个 这个月饼的这个有趣的中秋节 中秋 希望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拜拜 拜拜